好,我们先来看四月份的第二次查经 同样是在马太福音24章跟25章 那阅读的经文是24章跟25章的前半部跟后半部 那经文的背景其实跟上一讲是一样的 都是在这个橄榄山论坛当中的一个部分 那在24章25章这边的第二个部分 我所定的题目是 门徒末世要警醒 那为什么要警醒的原因呢 在24章36到44节就提到说 因为主来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 虽然主来的日子是有征兆 就像我们上一讲提到了 无花果树的会发出嫩叶 这个以色列已经复国 这个是一个征兆 但具体的日子是没有人知道的 所以在34章36到44节就提到说 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 连天上的实者也不知道 子也不知道 唯独父知道 所以这一段经文其实是警告我们 也是提醒我们 不要企图去定出主再来的时间 也不要相信任何人的所谓的预言 或是他的估计 任何仕途说主已经再来了 或是预言主要再来的这些传道者 就是主再来日期的这些传道者 即使他其他的圣经的教导再正确 那基督徒都要避而远之 因为这个是假先知最显著的特色 他们会说主已经来了 或是主在这里 主在那里 或是主在哪一年要来 这都是假先知 所以在之前 这个我们家做一个很著名的 所谓的Family Radio 有一个叫做Hell Camping 那他所预言主将要再来 好像是在201几年将要再来 那这个我们都不应该相信 而且他的教导 我们都应该避而远之 即使他其他的圣经教导再正确 但是呢 预言主再来 这个都是假先知 一个最显著的一个特色 所以我们要提醒 这个主再来的这个日期 是没有人知道的 所以不要轻信这一些的预言 好 第二个 就是主再来呢 要审判所有人 所以我们也要警醒去预备 这个是在25章31到46节 提到山羊跟绵羊 会分出山羊跟绵羊 那绵羊是被主所审判的 绵羊是被主所祝福的 抱歉 那山羊则是被主所审判的 那原因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查经当中 我们再更仔细去看这一段的经文 那为什么会用山羊跟绵羊来做比喻呢 因为在巴勒斯坦的白天呢 通常是把山羊跟绵羊放在一起去放牧的 但是到了晚上呢 就会把它分开 因为山羊呢 它比较这个怕冷啊 所以必须要放在一个保暖的地方过夜 那么绵羊呢 一般身性比较这个温良啊 那山羊比较凶狠好动啊 所以通常会把它们分别出来 所以主呢 用这个比喻来提到了 审判的时候呢 也会把人分成这两类 好跟坏啊 一个是义人 一个是恶人 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特别这些义人呢 他们做一些善事 但是他们不自觉的 但是恶人呢 他们是对于别人的受苦 他们是毫无自觉性 毫无知觉的啊 所以呢 这两个部分 一个是他没有自己的一个侍奉 这个是义人 另外一个是不顾别人 那个这个叫做恶人 这个是最主要的差别 然后这边也提到说 山羊要往永行里去 那么绵羊 只要往永生里去 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个山羊 跟绵羊的比喻 我们必须要记得 这里并不是说 绵羊是因为他的行为来得救 山羊 则是因为没有行为 所以被定罪 这里绝对不是说 靠行为来得救 圣经整体的教训 都是因信称义 这个得救是凭着信心 而不是凭着行为 但是我们要注意 真正的信心 就一定会带来好的行为 会带来行为的改变 所以一个人 他如果一直没有一个好的行为 没有一个基督 所称许的一个行为的话 那很可能是这个人 并没有一个真正信主的心 在这里头 所以这个我们要提醒 有些人 他可能已经觉得说 自己是基督徒 甚至已经受洗了 但是他没有真正的相信 他的生命并没有真正的改变 他活出来的 还是跟非基督徒一样 还是甚至这个更糟糕 那这个其实都是没有一个 真正的信心在这里头的 那这个就非常的可惜 那他只是自以为 自己是基督徒 但其实不是 所以请记得 真正的信心 他一定会带来生命的改变 而且一定会带来 一个行为的改变 虽然我们一开始 都不会完美的 我们还会有一些 旧的习性在这当中 但是一个信靠主的人 他是愿意为主 慢慢去学习 更像主的样式 而且当他犯罪 当他软弱的时候 一定会有圣灵在他提醒 他有罪恶感 他会认罪 他会悔改 那这个是一个 真正基督徒的表现 好 那么 门徒为什么要警醒 而且要如何警醒 这个是我们下一个阶段要看的 怎么警醒 在24章45到47节提到 说要按时分量 要本分侍奉 所以45到47节提到了 这个仆人要按时分量 那当主人来了 看到仆人这样 这个仆人就有福了 什么叫按时分量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还是有阴静的职份 有阴静的侍奉 虽然主还没有来 我们要等候主来 主也快来了 但是仍然要按着时间 给在这个侍奉当中 给别人属灵的供应 好 第二个 不可以贪爱世界 要自我约束 这个也是警醒的方式之一 所以在48到51节 在24章里面 那有一些恶的仆人 他就这个觉得说 他的主人大概会来得比较迟吧 就动手打他的这个同伴 好 一起吃喝快乐 结果主人就来了 他最后哀哭切止 这个动手打 当然不一定是真正打人 有时候我们会用言语态度 让别的人心里难过 这都算是打人 那一同吃喝 这边就是打他 说这个人贪爱世界的这个艳乐 所以这边主也是提醒我们 我们怎么样警醒 就是说 我们还要是在这个世界当中 虽然主还没有来 之前我们也是要善待别人 而且呢 不要贪爱这个世界 要谨守本分 然后要有分别为胜的生活 那在25章1到13节 这个是第三个 就是不管聪明或于走要时刻忠心 顺服圣灵的带领 那这边是提到有十个童女 那在等待这个新郎要来 那也都拿着灯 但是呢 有五个他不预备油 但有五个有油 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呢 这个五个没有油的 就匆匆忙忙 想要去借油 但也借不到了 最后被关在门外了 那一般在圣经当中 油是预表这个圣灵 所以不预备油的时候 有两种解释 首先这个灾前被提的人 认为这些所指的是犹太人 所以他没有油 没有圣灵 就表示说 他是没有相信耶稣的 所以当这个最后 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这个千禧年国来临的时候呢 这些在大灾难当中 他还没有信耶稣的 就是没有油的这些的犹太人 或是这些还不信的人呢 他就会被关到门外 哀哭切齿 他没有办法进到千禧年国里面去 但是那些与悔改的犹太人 那些接受耶稣 在大灾难当中 接受耶稣的人 他有油在他里头 他就可以进到 这个千禧年国里面去 所以在这个灾前被提的 这些人当中 这边所针对的就是犹太人 这边就不是指现在的基督徒了 当然呢 那第二种认为呢 就是把基督徒也放在这个场景当中 那这边所谓的没有油呢 并不是说他没有内住的圣灵 而是说他们没有顺服在圣灵的里头 让圣灵充满到他们的生命里头 所以当主来的时候呢 他们也要哀哭切齿 但不代表他们不择救 因为在这边认识的原文里面 是含有这个所谓的称赞 或喜欢或承认的意思 所以这句话呢并不是说完全不认识他们 而是说主就不称赞这一些的人 所以如果是把基督徒放到这个场景当中的时候 就是指说当他没有预备 没有去顺服圣灵的时候 当主来的时候也不会称赞他们 即使他们是得救的 所以这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是这边是专指这些犹太人 或者说是指这些不信的 他没有由 没有接受圣灵在他的生命当中 所以他被排除在这个婚宴以外 另外一种呢 则是指用顺服圣灵与否 来决定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场景 所以这两种的问题 这两种的这个解释呢 那就看说他是用哪一种末世论的这个角度去看 因为末世论是比较复杂 有所谓的灾前被提 灾中被提 灾后被提 还有这个前前洗年后新年 这个是比较复杂的部分 在我们这边就不去谈了 有机会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部分末世论的部分 我们再多做一些的这个讨论 或者说我再录一段这个关于末世论的作为补充 但是在这个经文当中 其实我在生命的学习当中 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学习的 特别是主再来之前 我们应该要警醒 应该要预备 有好的行为 有好的生活 见证出主的荣耀 那么好好的去侍奉 做自己当做的这个侍奉 忠心侍奉 那这个都是基督徒的一个本分 好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开始去预备这些的问题 怎么样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作词刀